埔里建国路因为排水不良 每遇好大雨就会淹水 为了改善此一情况 在县议员黄世芳的反应之下 也陪同县长许舒华到现场进行会刊 并且允诺来改善 让居民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感谢我们南投县认为 我们许舒华县长到我们埔里镇建国路来 因为排水沟长期以来都造成年久失修 所以淹水 造成住户不堪其扰 非常感谢我们许县长苦民所苦 让这条水沟可以改善之后 让他们的排水设施能更完善 县长许舒华表示 到现场会刊后发现排水沟的问题 确实在大雨来时会造成淹水 造成民众困扰 因此县府会筹策经费来做改善 让居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在建国路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航空都非常小 虽然路面不太好 但是我们的水沟已经四五十年都没有改善了 所以水沟的宽度还有它的浅度也是比较不够 所以民众这边也一直在反映 如果漏水的时候就都积到我们的民宅 所以这个乡亲都非常的担忧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黄世芳议员 也跟我们的陈一姐代表这边 非常的关心地方的各种建设 所以透过到我们的排水的设施来把它做起来 这比较重的 将来这个经过的排水就能够来改善 也不用去意义到我们的民宅之内 副议长排一圈感谢许县长关心民众需求 云诺改善建国路排水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用心 也希望会看后相关单位能够紧述地来做改善 解决居民多年的困扰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